不然我們正兵與港 你上面就起過了 不然八斗子吃海鮮 那些都起過了 不然外木山林 咖啡 那也起過了 所以說不出百項 你現在去高雄就對了 高雄人要湊很多 不然不來衛武營 不然要和鼻 以前的黃色小營 議員就像國民黨說 謝國良的政績有二三十項 二三十項很簡單 二三十項你去問雞人 雞人不用說 雞人有沒有感受到 例如抓好他削五項就好 五項 削五項就好 你問一下一個雞人 可以削五項 因為謝國良的關係 這一年半多拿五項 他偷好跟他的朋友 嘲諾說你們假日都來雞人 講不出來 真的講不出來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才是基隆人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怨氣 不爽 國民黨現在還要操作 說不爽都是民進黨去 民進黨當時去摸這條 民進黨當中 到底什麼人去摸這條 他去衝商場的時候 這是最早的 是因為當時農曆過年 我們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發展至今 我們都不知道 那條之後 大家也不會去嫁人 一個月前 我們現在七月 你五月有在討論基隆 都沒有 那時候連署的分數 可能都停下來 都沒有進展 那個缺三四千份 是這幾個禮拜 再燒錢 對 就許小鑫大罷免 要停謝國良 怎樣怎樣 現在主力論 又沾下去 林桃又沾下去 照燒槍又加油下去 這禮拜 王鋒飛 整棍的都要去 這火一定會燒 這不停 不停 這一定會燒 雞人人 現在每天都叫 雞人人就是當時的高雄人 當時高雄人 接頭去問說 犯老師你高雄人 我不是 是他才是 我現在沒有住在高雄 不要再問我 流口 所以雞人人現在就是流口 回到當年的高雄 現在高雄 打扁韓國語 現在高雄人都有光榮感 說話都很臭屁 你知道嗎 現在雞人人 沒辦法公出光榮感的時候 讓這個情緒 如果這個情緒很平穩 大家說 不送一生來 現在要過 可是如果國民黨繼續去撩這個情緒 一撩起來 基隆的人會反撲 是 只好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有一些偏欄媒體人就說 其實基隆罷免不會過 可是現在國民黨的策略卻是熱戰 那熱戰的結果到底到最後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呢 原本通常罷免的投票率 大概也不會太高 可是熱戰的結果 會不會把整個升高起來 那這個會是國民黨想要 會是謝國良想要的嗎 當然不是 國民黨對於國民黨來說 其實當然現在要熱戰 就是看誰想要趁這個機會出風頭 誰想要趁這個機會 趕緊再多搏一些媒體的聲量 這個時候 不管是誰 國良市長你又再注意聽 現在誰說要喊打喊殺的 他就是要背叛你的人 他就是要害你的人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基隆市 其實不要說基隆市 任何的罷免其實都很講什麼 很吃組織的能力 所以基本的組織能力只要夠強 如果說你是國民黨來說 他現在就是要用組織去護整個盤 主要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沒有辦法算 你千算萬算 你沒有辦法算到的是 就是這些所謂的搖擺選民 中間選民 那這些中間選民多數 這些基隆的多數這些年輕人 都在雙北上班 都在通勤上班 所以說你平常的要放 不管是這些什麼小恩小惠 你要做些什麼固裝固本 都顧不到這些人 所以這些其實是很自由的 在這個雙北大台北地區 這些往返的這些通勤組 那這些通勤組呢 主要要不然就是上一次投票 不是投給白色 就是投給了藍色綠 其實都有 但是問題是 白色大概是占了很大眾 我之前在這個節目也講過 這個就是為什麼 如果說你要看這個罷免 會不會過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 就在於說 上一次投給白色的這些選民 這一次會往哪裡去 那這些人 其實就是你當你的 公民團體發錢 不就是都小草嗎 對 那你燒得越熱 你就讓這些人 越增加他的投票的意願 也就是說對於被罷免的人來說 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降低大家投票的意願 能夠越冷越好 但是當你自己主動 要去騷這個選情的時候 那你就是讓原本 不見得在這個同溫層的人 原本不是這麼關心這些事情的人 現在全部都被你逼著出來 因為你的壓力來了 你在雙北 你在當同事都知道 你是基隆人的時候 問你的問題就是 那你會去投這個罷免的票嗎 你會去嗎 他就算本來沒有在想這個問題 現在也因為這麼熱而去思考這個問題 意願就提高很多 進入到思考這個問題之後 那你就要讓他問自己 好啦 謝國良說他有30項 20項 這個值得讓人滿意的政績 那自拿幾項 講出來看看 如果我們再根據這一次 遠見雜誌所調查的 全基隆 基隆是全國的滿意度 調查不到第一名 你想想看這一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升職基隆市民的心中 你不要讓他提就算了 你要讓他去 要去投票前一刻去想說 基隆過去這一年多來 這個將近兩年以來 我們也看到了些什麼 我們感受到了些什麼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對謝國良是優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謝國良市長應該要做的事情 是不斷的用謙卑的方式 用盡量去忍處理的方式 來去面對接下來的罷免的問題 偏偏這些要壓著謝國良去 上斷頭台的 這一些要利用謝國良 來為自己創造聲量 民生的這些國民黨人 這個時候巴不得謝國良 越熱越好 越燒越好 最後害的是誰 還是謝國良自己 國民黨除了擴權限縮 罷免權力之外 現在何康都往自己人上面包嗎 台中市府所謂的機車 這個車輛這個排氣管的污染計畫 決標了 國民黨的立委羅庭偉 是評選委員之一 來預算這到底是什麼樣 好康 這叫肥水不落外人田 都自己人包 看到各位看到這個計畫的名稱 你會想到這裡頭請來的專家 叫羅庭偉嗎 對 不是嘛 羅庭偉不是這個啊 羅庭偉的EMBA 說是他中心大學公共行政的嘛 這是一個台中市政府的標案 我在看過那麼多標案 我從來沒有看過立法委員 去當評選委員 絕對不可能 但是台中就發生了 一般都是什麼學者嘛 要不然就是官員 他的委員只有兩種人 一種叫做公務員 公務員 比如台中市政府 這個環保局裡面的員工 或加上你可以去勾到新聞局的員工 你可以去勾到什麼副秘書長 勾到誰都可以 一種就是公務員 一種就是學者專家 對 那羅庭偉不是學者專家 因為他自己有講 他不在專家資料庫裡頭 那他不在專家資料庫裡頭 那他也不是市政府的官員啊 對 他不是啊 那他為什麼會被選中來當這個委員 昨天第一時間 台中市環保局告訴大家說 他可以 他可以當這個委員 從頭到尾也都不違法 是可以的 到了晚上的時候 更晚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就說 這個沒有違法啦 但是不宜啦 我們會檢討 真的喔 我們會改進 今天早上我起來看那個新聞不見 不見 就是說台中市政府說 不宜會檢討的新聞不見了 到了快中午的時候 那個新聞又跳出來了 所以到底是可以了嗎 對 然後台中市政府喔 今天就有台中市政府的同仁跟我說 今天早上啊 在查說啊 還有哪些立委 當我們台中市政府的評選委員 這樣再查其他有沒有 我跟你說啦 我上了就查完了 都沒有啦 就只有羅庭委 這樣 其他立委都沒有就是羅庭委啦 為什麼啊 為什麼 然後這個公共工程委員會有解釋喔 公共工程委員會有解釋喔 他解釋說啊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名義代表 包括中央公職人員 包括立法委員呢 是不能當學者專家 這第一個喔 立法委員不可以當學者專家 是 第二個 即使就是說 這個機關班中採購案屬於行政權的範圍 那既然屬於行政權的範圍 包括立法委員 雖然不是學者專家 也有可能會因為行政權立法權相衝突 所以還是不以林聘上開名義代表 公共工程委員會跟你講說 不好啦 不宜喔 不宜啦 現在市政府咬住這句話說 他沒有說違法啊 標準降低喔 所以可以啊 對不對 不要亂講 就是可以 他沒有說不行 人家就跟你說佈儀啊 你看不見喔 我現在請問啦 台中市政府 羅廷偉的名字怎麼出現在 環保局長勾的名單裡頭 怎麼出現的 第一 承辦人 承辦人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忽然間想到說 我們可以找羅廷偉這個立委來當委員 這第一種 第二種 局長 局長說 就找羅廷偉來當委員了 第三種 就局長以上 我們叫輔城級的 輔一城 這種就叫羅廷偉來就好啊 第四種 羅廷偉說 這種疑惑這種案子 其實可以找我啦 我算專家啦 到底是哪一種 不然不會出現在委員名單裡頭 我再講一遍喔 這個案子 有沒有違法還有模糊空間喔 但是公共工程委員會已經講 不疑 羅廷偉今天發的聲明 還一直在強調他可以 當一個立法委員 你說可以 然後公共程委說不疑 台中市民 你們能接受說 你說不疑不疑不疑 市政府還要聘羅廷偉做委員 如果是這樣不疑 是政府全部的評選 都叫立法委員去做評選委 來范老師 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這是什麼吃相難看嗎 是台中市府真的找不到人 非得要找羅廷偉不行嗎 對啊 其實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們自己也參與過 很多案子的這種審查 為什麼找學者專家 他才能夠迴避利益 他不會跟這些廠商 有所謂的關係 那為什麼要找立委 而且羅廷偉 你就會覺得說 你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機動車輛排氣污染 這個跟專長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通常要找評審委員 通常他都會有一個名單 那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他都有提供 就是你要去登記你的專業 台中那邊一定有學者嗎 對啊很多啊 台中這麼多大學 中心大學什麼各個大學都有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有什麼原因一定要找他 他有什麼專業的程度 你必須非他不可 我們任何的這種採購案是攸關我們市民的權益 而且是花了我們市民繳的納稅金 攸關我們的公帑 所以一定要務必要公平公正公開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台中市政府還是沒有辦法講清楚 為什麼非給找羅庭偉 為什麼當然台中市政府說我們已經符合教授達到三分之以上 那為什麼不能夠三分之百分之百呢 那這個是個第一門檻嘛 所以我覺得為了要照顧我們市政府的相關的資源 為了要照顧我們市民的權益 我覺得應該台中市政府要更清楚的說明 否則我覺得一般的市民大眾是無法接受的 范老師還有這個有關離島建設條例 因為陳玉珍跟陳雪生他們提案 要引進中國的技術資金 而且是排除我們的兩岸關係條例的規範 然後陳玉珍還說你們綠委 就是井底之蛙 沒有看到人家中國多進步 問題是可以這樣子嗎 為了特別給中國開大門 那讓我們的離島一定要接受中國的建設嗎 我是覺得陳玉珍你去中國 因為你都是接受人家安排的招待跟去哪裡參觀 那都是講好的嘛 你去看現在中國經濟怎麼樣 你去看中國現在的房地產怎麼樣 你看中國現在的爛尾樓怎麼樣 連幾年前胡錦濤時期弄的所謂平潭台灣村 到現在都沒有台上都跑掉了 所以你說中國現在的經濟這麼的糟糕 你還把歌頌中國的經濟的好 當然我必須要講 因為他的選民就是在金門地區嘛 都比較偏藍的嘛 可是問題是 這些已經他們的這些言論 是無限放大 是 所以我覺得這些 最後誰來概括承受 是國民黨啊 國民黨當然都是以你的這個 你的黨籍立委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陳玉珍說 哎呀這個你來罷免我啊 我不怕啊 對不對 當然我認為要在這個 罷免陳玉珍在馬祖這個地區是很難的 對這個陳玉珍在金門要罷免也很難 副問題的化聯也很難 但是我覺得你們今天提出這些 台灣民眾不能夠接受的法案 我必須要講了 離島當然很多 他們說我們離島很多工程 招標困難台灣廠商不願意去投標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例如補助嘛 讓這個增加這些廠商去投標的意願嘛 而不是引來中資嘛 引來中資之後 那接下來中資是不是也要引來台灣 是不是要引來花東呢 也很多廠商可能不願意去花東投資 就是你離島可以建設 但你不能讓渡我們的法律跟主權 對啊 這個對台灣民眾特別是在最近 我們看到了澎湖的漁船 在金門外海捕魚被中國強力的 強制的逮捕 帶走扣押 他們都不能夠接受嘛 所以我覺得中國今天這樣子 對我們的不管是文攻武嚇也好 對我們的漁民這樣的迫害 結果我們的陳玉珍 金門的立委 陳雪生 馬祖的立委 二成竟然感覺是要跟對岸 這個合作 還在這邊幫對岸美言 他會覺得敵我不分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國民黨 已經失去了整體的戰略 不管說在兩岸的議題上 不管在有關於罷免案的提高門檻上 莫衷一試 我覺得從2月1號以來 國民黨整個被誰綁架 被傅昆基綁架 傅昆基被誰綁架 被黃國昌綁架 黃國昌提議的國會 這個扩權六法 對不對 傅昆基附和他 想用這個來換花東三法 讓民眾黨來支持 目前看起來已經失敗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 搞到最後結果就是 國民黨目前的形象 支持度大幅下滑 民眾黨也是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民眾黨 還如果不跟主流民意 正在一起的話 就會被民眾所唾棄 好監督別人很嚴格的 這個黃國昌呢 現在又被這個起底了 去年呢 他的那個家裡的 所謂的違建的爭議 到底拆了沒呢 來靜宜 這個四叉貓果然很厲害 他真的是有在監督了 最後說好的 拆得乾乾淨淨 現在的狀況如何呢 身為充粉 我一直很關心這個議題 我覺得四叉貓總是在找麻煩 我們黃國昌只是進步的比較慢 畢竟他花了一年的時間 終於把五樓給拆了 這也算是一種進步 緩慢的進步 緩慢 緩慢 緩步的進步 總比沒有進步好嘛 那人家就說 哇 那這樣起不是還要再等四年 整棟才會拆掉 但是有進步 總比沒進步好 那大家為什麼說今天是重要的日子 只是滿一週年 如果你看去年的時候 或大家就會發現黃國昌有二十幾塊地 看起來怪怪的 黃國昌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些地只是一些荒廢的啦 都是雜草啦 結果沒事的鄉民 就無聊跑去看人家的地 發現原來那個種出來的雜草 那個蔥喔好大一根喔 這樣喔 哇是Toyota的啊 那人家說 怎麼會是水泥的停車場 對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不對啊 你充滿正義感的黃國昌 怎麼會這樣呢 對 接著不久又被爆說 欸啊你家老家喔 有家蓋為建 而且是蓋在所謂的這個國有山坡地上 我們黃國昌有GAS 直接說 我跟你講 新北沒有要我拆整個拆喔 我就要整個拆 而且我整個拆 還要去蓋那個民進黨的紀念館 紀念碑在哪裡 可能六年以後會到這個地方 對對對 現在還沒有看到 他差不多花五年拆完 第六年在蓋碑啦 是正在發包嗎 還是怎麼樣 目前的進度是開拆了 第五層樓啦 第五層樓 身為充分 我還是相信他會緩步的進行到這個部分 他拆除工程還沒發包完 還沒發包 還沒輪到那裡 要慢慢的等就對了 然後重點來了 我們黃國昌會整棟拆乾乾淨淨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的充分 哇很興奮耶 我們在群組臉書都說 對嘛 你看就只有我們黃國昌最有GAS 對 這樣的GAS 我們也是等很久 到等了一年之後 這個六月的時候發現是因為電表的問題 所以沒拆 但是我很感動 他終於在今天沒事的視差貓跑去 看到猜到了 黃國昌 黃國昌緩慢的進步喔 這個要請教我們的工程專家 益川雄 這樣這樣不行 這樣能通過嗎 他還想選新北市長耶 是整個要拆來拆去拆去拆 沒有他這個黃國昌他家 因為我也是每個月都去一次啦 你也有去巡 你怎麼很無聊每個月去 但是我每次看到都是這個樣子 都沒有變啦 都沒有變喔 但是因為他對面有熱心的鄰居啊 那個門打開的時候會拍啦 所以前一陣子他不是去拆那個天花板嗎 好像去年在天花板的時候 有一隻怪手嘛 那怪手其實還在一樓 所以他那一樓以下基本上都沒動嘛 那上個月視差貓出國之前 他也發現五樓還沒拆 那視差貓就一直笑他說黃國昌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最近才把那個五樓的違建給拆掉 其實這件事都不複雜 也太慢了吧 他這個違建喔 其實黃國昌的家的違建不太多 你知道嗎 他就後面那天佔國有第一天打出去的嘛 那剛才打出去的 那很多人家裡都有啦 很多的就 大家在家後面的這個 他整個禮拜不是都可以拆掉嗎 對 他就自己拆掉嘛 你現在就說你拆掉之後 他就拆掉一個電用就對了 說沒有啦 幾樓都聽啦 其實他沒有幾樓違建啦 他就搶聲說要聽 經過一年到今 都還沒聽到啦 也不然說什麼新北市政府 沒有他執照啦 也不然說怎麼樣 說話都沒有阿薩利 都沒有信用 不過他對面的阿伯 上來第一樓人問那個阿伯 說你這個黃國昌是怎麼樣 他說這個啊這個要求海事 阿什麼公他們拔什麼 都這裡很好 我們這整棍都會拆掉有沒有 阿伯 受訪嘛 因為他這一棟要拆的時候 會影響到隔壁棟 對 他隔壁棟 尤其是有黏灸灰 都會影響 都會影響 所以他這個拆除上呢 基本上 因為這個負責拆的工序 你這樣看他這麼的慢 是不是可能他選新北 可能沒希望了 所以整棟慢慢拆了 不是現在就訂一個標準了嘛 如果是我做新北市長 拆除標準就是這樣 就是你去洋發言 去洋發言 開始拆就是這個時間 這就是這個標準 這也民眾黨的標準 民眾黨如果執政要拆除的標準 大概是這樣 因為黃國昌有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這個房子我再講一遍 黃國昌這個房子不是整棍為建 是因為黃國昌自己愛吹牛 說他要把整棍拆掉 但是他整棍拆掉會影響到隔壁 百棟 所以對他來說 他現在越來越難拆 但是呢拆房子的公司 他又是叫他們中南拔 他們的建設公司又最高的 所以這個整個進度 我們也看得迷迷糊糊 現在我們再講一遍 說不定 他就從來 三遍 我先講一遍 但是我先講一遍 我先講一遍 我先講一遍